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反偷渡工作联防机制发挥成效 2017年的非法入境者共有1061名 同比下降接近三分一 未来会继续与内地相关部门紧密联系 维护海上治安秩序 而近年较之要市民的电话诈骗 由2016年的29宗上升至170宗 保安当局留意到电话诈骗手法不断改变 日后会跨部门以及与临近地区合作 以多方面防范以及从源头打击相关犯罪 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 透过新闻界朋友 再次向社会大众呼吟 任何地区的政府部门 都不会透过电话 要求市民核实身份 转账或者回款 当接到内力不明的电话时 要保持警觉性 千万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个人资料 也不可以轻易相信内面显示 因为不乏分子是可以通过软件 来挨住内面号码 市民应该继续留意警方公布的放罪讯息 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如果怀疑被骗 应该马上向警方投资 而博彩业对澳门治安影响方面 保安司司长黄少泽就说 2016年下半年起 本澳倒收呈较稳定状态 而且博彩及其周边行业 涉及的利益庞大 一些不法分子会司机移动 所以不能够排除博彩业未来发展 可能为本澳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 根据数据 施警局去年开立涉及博彩犯罪的案件 共有1847宗 与2016年的1851宗差不多 案件的受害人和嫌疑人 绝大部分都不是本澳居民 以及案件多数都在赌场内发生 暂时没有迹象扩散至娱乐场外 也都未影响赌场外的社会治安 到目前为止 警方仍然是没有收到因为博彩业调整 而带来有关黑社会异常动态的情报 因此博彩业调整到目前为止 仍未对澳门治安形势造成影响 展望2018年 港当局将严格按照既定的施政方针开展各项工作 持续密切监控局内犯罪活动的发展趋势 及时取取其针对性的预防和打击措施 适时评估和调整执法策略 及早部署有效的警务行动 并且会加强各类预防性的宣传易警工作 希望继续得到各传媒机构的理解、支持、配合和帮助 进一步推广警官合作及警纪合作 为澳门的上次港案共同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